大家好,歡迎來到星月星月,我是阿笨 今集要和大家分享的是12星座 他們單身來座後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呢? 我們接下來分享的星座,大家可以參考太陽星座和金星星座 如果你還未知道自己的金星星座或太陽星座是哪一個的話 歡迎點擊影片下方的連結去查詢自己的星盤 事不宜事,我們馬上開始 白藥座的朋友單身來座後會產生兩個面向的自己 即是人前他們會很懂得說話,很熱情 而且很懂得說一些十八禁的說話,很懂得去療癮 但在人後的時候,他們的內心就會變得越來越單純 而且會有些少自閉和保守 而金牛座的朋友單身來座後會比較慘 而金牛座的朋友單身來座後會比較慘 會沉溺在上一段失戀的痛苦之中,久久不能釋懷 甚至乎患上戀愛恐懼症 雙子座的朋友單身太久的話 對他們來說實在是太好的一件事 因為是很自由,很多時間 和自己賺來的錢都是自己花錢的意思 所以他們慢慢會變得很難確定一段進一步的關題 或者是婚姻的關題 巨蝦座的朋友單身來座後會慢慢變得鬆懈 即是不再在意自己的外表或是形象 甚至會去說服自己 哎呀,其實內在尾才是最重要的 獅子座的朋友單身來座後會更加堅持自己的宅偶條件 甚至乎將自己的宅偶條件變得越來越高 越來越苛刻 要不然,那怎樣對得住我之前所宅偶的堅持 處女座的朋友呢 他們就會變得越來越在乎其他人的眼光 尤其是是對自己一些負面的評語 甚至乎會開始去懷疑自己 其實我是沒有想像中那麼好呢 天蝦座的朋友呢 你們實在是太過看小他們了 因為他們是不可能單身太久的星座 主要原因是他們太容易愛上一個人 所以名義上很可能他們是單身的 但是內心一定是住著某個人 而天蝦座的朋友呢 會利用單身的這段時期 一邊去儲備自己日後成家的條件態能力 另一邊呢 就在等待著天時地利人和了 人蝦座的朋友在單身的期間呢 一是就是和舊情人複合啦 再不是呢 就會隨便談一段 不是那麼認真的戀愛 來填補一下身心靈的空虛的 而山羊座的朋友在單身這段時間 如果真的沒什麼看得上眼的對象呢 就寧願會把時間和精靈 帶在他們自己的事業上 所以名座的朋友會覺得 哇 單身來了之後 他的時間 他賺回來的錢 和老細胞想的東西 都是自己話了事 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他們是很享受單身的人 如果你覺得雙羽座在單身來了之後 會哭苦哭忽的話 那你就真的太不了解雙羽座了 因為單身來了之後 就好像斬斷了自己感情的改變的頭 他們會去努力賺錢 會享受生活 甚至偶然會去兼職做一些情感的導師 我們今天一集的十二星座單身來了 會出現怎樣的變化呢 就分享到這裡了 下一集聲言聲言 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十二星座窄在家裡的原因是什麼呢 會不會是因為單身呢 如果你對於星座或者塔羅牌是這麼興趣的話 歡迎點擊我的頭像 和你進行Youtube頻道的subscribe 又如果你想找阿奔算下塔羅牌或者是星盤的話 歡迎寫信到以下的email address 來和阿奔作諮詢 又或者是影片下方有一條link可以給你click的 那我們下一集聲言聲言見 多謝大家